香港在1880年代末开始有电力供应 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 从最初仅点亮数十盏灯到如今的万家灯火 背后少不了一群电力工程行业人员的辛勤劳作 近年 这个由男性占多数的行业逐渐由女性加入 他们拥有专业知识和热忱 在发电 输电及配电等岗位默默耕耘 保障香港的稳定供电 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而李子君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华电力二级技术员 他主要负责维修及保养架空电缆 我就选了电机的工业 这个是一个专业 我也可以尽心去到发展我的事业 这个也是一个公共事业 我的工作是真的贡献到社会的 我上班是真的会令到市民有一个更加安全的公电网络 33岁的李子君曾从事三年文职工作 2019年转行到电力工程行业 从办公室的淑女便是爬爬的女汉子 回想起最初加入电力工程行业 李子君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家人的态度 尤其是在我离开民室的时候 家人是更加反对的 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女儿 又问冷气房很舒服的工作不做 为什么要偽然去选择另一份工作 我妈妈甚至担心到 她试过有一个月不跟我说话 她生气了我 但是在我那个月里面 我放学回到家就跟她说 今天我又学了一些新的东西 今天我在工厂那时 用一些工具去做实证那时 我觉得很满足 那时候我妈妈就开始远回来 都是去改观 甚至是支持女儿 与李子君一同接受采访的 还有林晓晴 叶晶仪 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 但却有共同目标 而且分别在今年的职业训练局 结出学徒奖励计划 香港工程师学会 杰出剑袭工程师选举中获奖 被中电视为 供电背后的优秀年轻女生丽君 21岁的林晓晴 是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 与李子君一样在2019年 通过剑袭技术员计划 加入中电 曾于不同岗位 学习维修架空电缆 接驳地底电缆 维修变电站电力设备等 现为剑袭技术员 我觉得我工作好像一个医生 当他有病症的时候 你固然要医好他 记得有一次客户跟我说 他们家人需要用到呼吸机 问可不可以尽快开电 可以减少影响程度 我记得那次我跟师傅说完之后 我们就劲快做完这些东西 之后就赶着去开电 令到客人的影响减到最低 今年24岁的叶金仪 是中华电力助理工程师 她告诉记者 她自小就位高 而这也为她的工作 带来不小的挑战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畏高的一个人 我是小时候去玩滑梯 我都很害怕走上去 但是我竟然现在 我为了我上班 我的专业 我走上一个80米高的烟通 就是这样走上去 你想像它走上一个 即是26、27层楼的一个烟通 望到下面直接通落地下 还有很大风 我真的很害怕 但是其实我为了自己的工程专业 也都是有一种小小不服输 就是大家专业工程师上 都是没有理由 我上不到的 那就很成功地克服了自己 这个威高的特质 都发现自己都不是那么恐怖 好像都怪自己原来都有些成长 我是可以做到这个检查保养的 近年 越来越多女性工程人员 加入电力工程行业 据中华电力的数据显示 过去三年 中店女性工程人员的比例 持续增长 由2020年的11.5% 增至2022年截至9月的13.9% 包括今年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招聘 通过建席工程师计划 加入中店的五名内地女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是同学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同学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